我正式宣布參加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資訊 今天是庚子金學年的大名初一 也是很多人走春拜年迎向來年的第一天 也是重要的一天 也是除舊復興的第一天 那我在這邊一方面跟大家辦理 二方面要跟大家宣布一個我自己的決定 那我們都知道國民黨在1月11號選舉的節目 所以經過幾天的沉澱思考 還有各地的走法解決 我們相信國民黨要好 台灣才會更難 站在民意的十字路口 國民黨曾經走錯方向 也辜負了嚴重的信任 從盛選到敗選短短一年的時間 我們知道這次的改革如果再成為口號 下一次國民黨就是走向走入歷史的危機 所以這是一個國民黨最壞的時代 面對大選的挫敗 各種敗選原因的檢討 如雨後春選般的出現 即便是爭鋒相對或者是意見不同 卻也展現出全黨在面對挫折挑戰 那一種自我批判跟反省的力量 但是這樣的力量需要一個 團結會整的平衡去整理 這樣的力量也需要讓國家能夠積極正向 因此我正式宣布參加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執選 謝謝 我們可以失敗但是不能放棄 失敗也並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不知道檢討 不知道改靜 不知道改靜 我們可以讓民主和政治 尤其當民主政治失去平衡的時間 我們都要拿出改變的人性 來回憶民眾的期待 我在此強調 參選黨主席 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承擔 而是跟黨內所有先進同志們 一起做該做的事情 更是國民黨對國家的責任 我們要迅速重建人民對我們的信心 善盡政黨的職責 提出願景 監督政府 共同思考 要如何給下一代更好的中方民國 所以 若是我當選國民黨的主席 我將專注做好下列幾件事情 第一 核心價值 本黨的核心價值 就是民主的 公益的 創新的 我再講一次 民主的 公益的 創新的 所有的改革 都應該以三者為核心 以行動 向社會宣示 開放性的價值 也凝聚全黨和共同性 第二件事情 世代傳承 或者世代前接 我們必須大量啟用 在第一線 在前線 具有民意基礎的 青壯世代 具有民意敏銳度的 本黨的先進統治 來擔任黨的核心要求 參與黨中央的重要決策 讓國民黨的決策 能夠反應民意 能夠貼近民意 能夠與實聚集 第三件事情 集體領導 包括 現在正在啟動的 還有未來要持續進行的 改造運輸 或者其他民生 以及國民黨 未來路線的調整跟改革 需要納入現在 國民黨在全國十五縣市執政的縣市首長 還有國會黨團的重要代表 來參與這個經濟民黨 作為重要的代表 黨機器是國會黨團 還有地方縣市執政的補助者 整合者 我們不完全是一個指導者 第四件事情 國民黨要深耕在地 尤其深耕在地 所謂的改革 最重要的就是傾聽跟雜貝 人民 人才才是重點 數據 是哪有足夠的 蹲點監控的地區 蹲點對國民黨監控的地區 將選民展現 扎根地方的誠意跟舉行 是國民黨未來要加強 我們不能夠選完就離開 我們必須讓年輕人有機會 選擇他要來站在地 臺灣國民黨 開闢我們服務的將來 第五點 街頭路線議題聲音 唯有走入基層 發掘民眾關注的每一個議題 透過彼此的互動 對話 了解民意之所在 了解民眾對議題關心的重點 尋找可以接受 還有可執行的共識跟論述 再回到街頭 讓更多人認識 認同 跟參與 才有可能創造這個黨 跟人民的業績